這個飽滿的筆畫滑上去 然後逆一下 這弧度 這裡就真的是比較婀娜多姿 但是他不經常一定要這樣 其實看起來真的是婀娜多姿 這兩個扭動很大 可是相對的裡面筆畫比較厚實一點 然後寫的比較安定一點 不要再扭了 然後又來扭一個 原則上他應該是逆上去再回來 然後再拉動下來 這個真的是腳樓做作 但是偶爾來一點沒關係 不要每次就好 這裡突然來一個很厚 這兩個有安定的力量 因為前面真的是扭來扭去 靠這兩個來把它壓下來 樹 其實我們這樣來看 大樹法家再怎麼偉大 他終究是人 所以他不可能做得像神般的厲害 以這個直畫來講 你可以發現說 他其實這邊讓的有點大 你可能說他是不故意的 也許是故意的 也許不是故意 我們又不是儲稅糧 我怎麼知道他到底故意不故意 但是可以看得出來 左邊的空隙又比右邊的大 這等於說他在寫的時候 並不是真 其實真的藝術的東西 如果要追求所謂對稱 極致的對稱 那其實已經不是藝術 而是機械 看這個點 點的有點怪異 稍微流動一下 這種裝飾性的筆碗他非常厲害 就在小小的地方做一點小小的動作 讓他整體看起來還是很端莊 其實看起來都很端莊 就只有這裡稍微微動一下 讓這個字看起來好像靈活一點點 靈活但是不做作 好 那以前的鋪 這個短的 那這個拉長 這裡面這裡可以生長 還有帶有底下的鈉可以生長 然後這靠近讓中弓收緊 那撇的話短一點沒能碰到別人 然後中弓的地方從中弓拉出來 這裡又開始有點鋪開了 這裡稍微一點厚度一定要做出來 蘭 蘭 蘭又開始有點 有點在表現 表現什麼呢 到這裡用力撤出去 這就是表現 一般的皮會從粗到細 那他這裡後面又突然用力 總是有點像藍葉皮 畫那個藍花的葉子 到最後再用力 那這裡也是又來一次 然後藍葉皮 好 那這個點的話 這個最出去 然後等一下這個點最外面 所以你要把距離算清楚 這稍微縮進來一點 這上面有帶動的動作 要對準筆尾 筆尾 對準筆尖這種翹起來的東西 要對準筆尖 然後這一點是最外面的 然後點還有點拉出去 抽筋的感覺 蘭 耳 耳的話 加點粗細 後面一點粗粗的感覺 撇 好 裝飾性的筆法 稍微拉一下 然後再下來 就覺得這一段 他比這一段還長 然後他彈起來以後 一定是做一種 他這裡很喜歡 寫這種滑動的動作 但是在折了以後 不要再扭了 前面已經過頭了 所以通常在下以後 就方折了 有點圓勁 但是不要再扭 然後這裡面就比較安定 這種垂陸型的 很飽滿垂陸 那當然分一點長短 不要太一致 天 天啊 圍翹 方硬 圍翹 圍翹 就翹起來 方硬就頂出來 讓那個線條 顯得挺近 然後這裡又稍微 有一點稍小的撇到這裡 又稍微一點 斜一下 再出來 他這地方就是 稍微動了一下 沒有想像中 直接順順的出去的感覺 然後那的話 也是到這後面是鋪開 這種可以表現的地方 絕對不會寫太瘦 天 我們看地 地這一個 來這邊看 他絕對不是連上去 他這裡是斷掉的 所以這是殘掉的 不要把它寫這樣繞上來 雖然這樣繞上去也OK 不過他這一點 跟這個不是有一條線 不用故意去寫它 有時候照片看起來還真的是明顯 這杯怎麼拆都拆不出來 到底為什麼會踏成這樣子 好 試試看 其實他這個圖寫得有點大 個人認為圖寫得有點大 而且他寫得很長 一般我們當部首會稍微 右邊的地方會切掉一點點 剛才講說三邊那一橫是沒有的 沒有了就不要激破 然後這個有點弧度 都沒有想像中那麼的直 牽直線 逆上去 逆上去 好 然後他夾在這個縫縫裡面去寫那個也 所以嚴格來講起來 地真的有點大 地真的有點大 但是一樣不准改 沒有人可以改儲遂良的字 除非他本人 好 那這個弧度 那這裡為什麼會突然那麼厚呢 我一直認為他筆有點略躺下來的感覺 然後躺下來以後再勾 所以在勾的時候筆尖在前面 所以之後後面有一坨是筆度 然後前面一段是筆尖 我一直覺得 這是最有可能的 他不會去畫碼 所以這裡躺著 後面是筆度 這裡是筆尖 所以筆尖從這邊出來 這邊後面是筆度 所以圓圓尖尖的感覺 好 包 這上面的槽就寫得蠻挺近方硬的 不要把它處理想像中 永遠在那邊扭來扭去 應該有挺近的地方 還是寫得非常的漂亮 然後這種非常的方立 沒有任何一點角柔作作 然後折進來 也沒有這麼角柔作作 所以這樣來看 這個字基本上寫的就是 以方硬取勝 然後這裡又來一個剛才的浮二溝 這個斷掉不要真的把它寫斷 它沒有斷 我一直認為它浮二溝到這裡 應該是攤下來了 那筆度在後面 筆尖在前面 所以當它上去的時候 你會發現 奇怪這裡會略有點凹槽 然後再上去 這裡有點凹槽再上去 所以它筆肚子應該在後面 筆尖應該在前面 就翻上去了